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圣民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圣民之下 他一层叠血宫廷 骨肉相残 一层儿与我诈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藏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 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圣堂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遍地 愁龙争虎斗 既是修 抬头五月楚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茶馆之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 不适之功 玄宗皇帝登临顶峰 暗藏玄机 宰相张月 薰死舞弊 其实呢 在张月公布这个 跟着一块啊 上泰山之后呢 进行这个所谓推恩的这些个人员的名单之前呢 就已经有一个人呢 提醒过张月了 这个人是张月的下属 说你这么干不行 这么干太招摇了 恐怕会惹来众怒 劝张月三四后行 张月这份名单里当然了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亲党 或者给自己好处的人 这个下属是谁呢 这个下属就是非常著名的宰相 和非常著名的诗人张九龄 海上声明月天涯共词时 这就是他的这个词 其实官任呢 中书舍人 因为富有文学才华 而深受张月的赏识 张月一代文宗嘛 可是一贯专横的张月啊 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 还是一意孤行的 就把名单给公布了 于是呢 就把这个漫朝文武啊 就都给得罪了 因为这个这个名单里边 大部分都是跟张月有关系的 或者对张月呢 行过会的 所以说那大伙就都给得罪了 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 张月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 从人数上看 这拨人数量最大 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啊 自然也不可小觑的 这拨人谁呢 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 数万的士族 整个的风扇行动 最辛苦的 莫过于这些当兵的了 最底层的这些是最辛苦的 朝廷官员起码乘车 是吧 他们中的大多数呢 都只能步行 都是步兵嘛 夜里边当官的都睡觉了 他们还得站岗放哨 巡逻职业 以防以备不测 所以呢 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啊 风扇结束了之后 好歹自己能拿到一些奖金 是不是啊 你知智是应该的 可结果呢 却让他们大势所望 由于风扇活动啊 耗费甚矩 花太多钱了 所以张月呢 就想了一下 钱花着去了之后 心疼了 就说哎 就得了 后边能砍就砍 能节省节省吧 就节省了经费了 就给士兵们呢 发了一些家训 什么叫家训呢 就是口头奖励 这个记忆三等功一次 记忆六等 但是记忆是记忆 是吧 没有奖金 也不给勋章 你要给勋章也好说 也不给勋章 也不给什么任何的荣誉 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 你说这些大头兵们 眼巴巴的等着什么呀 不就是等赏钱吗 结果就判来了 没有任何用处的荣誉称号 啊 你是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大王 你是什么什么的 全这个 一个个的心想 我能凭这大王 挣点钱也行 是吧 肺都气炸了 拼命的在心里边 啊 问候张岳的祖宗十八代 心里边也想去跑到祖坟 所以就因为这几件事呢 自治通鉴212卷里边就说了 由是中外院制 啊 朝廷里边和朝廷外边 对他都都各种各样的非议 就这样张岳把参与风扇的人 几乎全给得罪光了 除了自己的一小撮啊 受到这个 推恩的一些人 可纵然如此呢 也不是张岳呢 落败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假如说张岳 因为策划风扇而进一步的受到玄宗宠信的话 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得几两骨骂他 最后也是奈何不了他的 换句话说 自要说把皇帝哄开心了 那天下人呢 就全得罪了又又何妨呢 就算天塌了 皇帝个高他顶着呢 可是张岳的不幸在于什么呢 在于就连他竭尽全料讨好的天子 最后也对他产生不满了 这才是最要命的 玄宗之所以对张岳不满呢 就是因为 张岳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 太过独断专行了 就在风扇礼毕的几天之后呢 说玄宗啊 就大宴群臣 把这一块上山 这帮人弄起来 咱们一块庆个公宴吧 对不对 就这么着 这就大宴群臣 把很多群的这个臣子都请来了 这个席间呢 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呢 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张岳的女婿 名叫郑义 玄宗记得很清楚啊 这郑义本来就是一九品官 这么大的官 印象当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 怎么这么几天突然之间 他就是成了五品官的呢 连升四品 什么情况啊 哎 这比这相声连升三级 这升的还快呢 这玩意儿 这玄宗随即就把郑义叫到眼前了 啊 什么情况啊 怎么着了 你就升官了呀 这郑义呢 面红耳赤的 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呢 还是玄宗身边一脚 黄帆绰的这个幽灵啊 就是一个在旁边的演戏的小丑啊 帮他做了回答了 这黄帆绰说这个话呀 就成为咱们现在啊 就就就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非常哎 就可以说是非常讽刺的 就说这个正义 哎 一边笑一边说 哎 此泰山之利 什么 这段城市西洋杂族里边就写的啊 这句话是在提醒玄宗 这个正义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 被推恩受官的人之一 同时也是在暗讽正义 纯粹是靠老丈人的关系 才得以连生四季 所以咱们现在称岳父叫泰山 岳父泰山 岳父大人都是泰山是吧 典故就是从这出来的 玄宗一听 心里不高兴了 感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 所谓的这些个礼官们 哦 都是你张岳亲家 你这不明目张胆的一拳谋私吗 这还行 所以玄宗对张岳的倚重和信任呢 就大折扣了 自从封山归来 张岳表面上还是那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 其实明眼人啊 不难发现 张岳呢 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 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 足以证明张岳的失重 什么情况呢 当时啊 玄宗征召河南隐 催阴府入朝 准备授予他呢 玉史大夫的要职 张岳认为此人呢 粗鄙无闻 便奏请玄宗呢 改任其为金武大将军 同时推荐了另外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几年前 因为贪赃受贿呢 而遭贬折的催日之 据说和张岳呀 私交甚毒 俩人私底下 那是莫逆之交好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张岳的奏章成上之后呢 玄宗一看就怒了 什么情况 啊 好你个张岳呀 哦 正看中的人 你认为粗鄙 你自己推荐 那是我什么玩意儿 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 腐败分子 就因为和你张岳好朋友 你公然推荐他担任 玉史大夫 玉史大夫什么官啊 那是监察系统的官 啊 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 你怎么去监察别人呢 你这不是坚守自盗吗 是不是啊 朕把中枢令的大权 交到你张岳手上 难道就是让你 这么干的呀 玄宗想完这事 当然他没说啊 放心里想 想完了断然否决了张岳的提议 还是依照原计划 把崔英甫呢 就调到了中央 担任玉史大夫 崔英甫走马上任之后 听说自己差一点 被张岳给搞掉了 那当然了 对他又是恨之入骨了 哎就这样 张岳凭空又多出一个 一个仇敌来 你这玩意儿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 张岳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自绝于人民了 除了跟他爬上泰山那一小撮亲党之外呢 他在朝中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 光杆司令 眼看着张岳自己一步步走到悬崖边上 这宿敌宇文荣啊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哎呀 这我要是补上一脚 他马上就掉下去了 太好了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宇文荣马上就找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新上司 玉史大夫崔英甫 还有一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 权清朝野的李林甫 大奸臣大奸相 不久前呢 因为宇文荣援引呢 这个李林甫呢 和他呢 一块呢 就担任了玉史中成的职位 这三个人搁一块一商量 好来一拍即合 分头行动吧 大伙开始大力的搜集 张岳违法乱纪的证据 这一次呢 张岳是注定是在线难逃了 为什么 搜集证据弹劾高官历来 就是玉史台看家本领 就跟现在说这个 这中纪委一样 是不是啊 为什么派调查组啊 巡视组啊 下去到处看 看完了之后呢 哎 找出证据了 抓你身上弹劾 这个官就给下来了 你何况现在又是纪检部门 三个主要领导 联手搞这件事情 哎 你家是张岳自己呢 屁股又不干净 对不对 自己呢 他这些事太多了 一找一个准 对不对 皇帝也不再信任他了 你就这么样 你不能把他扳倒 那都没天理了 敏锐的张九龄啊 觉察出了余文荣的异动 忧心忡忡的 就跟张岳呢 就告诉他 所以啊 这个事麻烦了 余文荣现在受皇上宠信 正吃得开呢 而且头脑精明 功于全数 你得放着点 可是一贯自负的张岳 根本没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 鼠辈何能为 这帮鼠辈 他们能干什么呀 开元十四年四月四号 你这日多好了 三个四哥一块了 张岳眼中的鼠辈 正式的向他发难了 崔岩甫甫 宇文荣李林甫 联名上书 以三项罪名弹劾张岳 第一 私交术士 占卜星象 你为什么占卜星象 干什么 忘气呀 忘什么气 忘帝王之气呀 第二 结党赢私 腐败奢侈 第三 滥用职权 收受贿赂 这三大罪名 随便哪一条 都够张岳喝一壶的 这个案子一报上去 立刻引起了 玄宗的高度重视 立刻就把张岳 逮捕下狱了 随后指定啊 市中袁前耀 刑部尚书 违抗大理 少卿 胡归 还有这个 惠同的 御史大夫 崔英甫 组成一特别法庭审理 这家 那是当朝宰职 必须得大伙 这个一块来审 由于张岳 早把朝里边的官员 都给得罪光了 大伙都盼着他 早点下台 早点完蛋 所以审讯结果呢 真是可想而知 袁前耀等人 会审之后 一致认为 此案证据确凿 张岳是罪无可赦呀 直到这一刻 张岳才猛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成为了 公清百官的 众矢之地 成为朝野上下 人人喊打的 过街老鼠了 在暗无天日 肮脏潮湿的 牢房当中 待了几天之后 张岳仿佛 一下子就变苍老了 当宦官高丽氏 受玄宗之托 前来探监的时候 看到的不再是 那个飞扬跋扈 盛其凌人的 首席在乡 而是一个披头散发 目光呆滞的 干部老头 哎呀 高丽氏一看 这个结局 心里边也不吃滋味啊 叹了口气 回宫就跟 玄宗禀报 啊 月 捧手垢面 洗稿 十一瓦气 黄炬戴罪 张岳啊 哎呀 脸脏 头发乱 是不是 就睡在那个 那个草席子上 破草席子 吃饭呢 都不是用的碗 用的都是瓦片子 哎呀 在那非常的紧张 就等着这个 呃 什么时候给他降罪了 玄宗一听啊 这心里边也动了 侧隐之心了 也有些惆怅 是吧 你看 回想往日种种 张岳还是为国家 做了不少贡献的呀 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这文学才华 也是当事少有的呀 一代文宗嘛 如果就此给埋没了 说实在有点可惜 这时候呢 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的 这个高丽氏啊 一看这情况来了 赶紧对玄宗就说了 说张岳啊 曾经在东宫担任士徒 跟随陛下多年 且于国有功 理应从轻发落 玄宗一听 哎 也是那么回事 啊 数日之后呢 下了令了 罢免张岳 中书令之职 其余 一切如就 随着张岳下台 宇文荣和张岳的斗法呢 这算是告一段落了 可是呢 政坛高层的矛盾纷争啊 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整个开元中后期 乃至整个天保年间 帝国的高层政争啊 政治斗争 还将是越演越烈 目前的这场对决 只不过是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而已 就在外朝大臣们 互相请压的时候 玄宗的后宫 也打响了一场 争为夺宠的这个战争 啊 我们暂且称他为甄嬛传 交战双方 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嫔妃 你看跟甄嬛传也很像 这个皇后姓王 这个嫔妃姓武 哎 大伙一听怎么回事 一个姓王 一个姓武 怎么这么熟啊 七十来年前 帝国的王宫 后宫当中 也曾有一位姓王的皇后 因为五子而失宠 最后被废除了皇后之位 还有一个姓武的昭仪 身受宠幸 咄咄逼人 殷怀请夺之志 而最后呢 终于如愿以偿 带上了凤冠侠配 如今的这位王皇后 一样是五子失宠 色帅爱吃 后卫岌岌可畏 而如今这位武姓的妃子 正是当年那个武昭仪的 侄孙女 并且跟他一样 身受的宠幸 咄咄逼人 也跟他一样 殷怀请夺之志 这一切似乎都和 七十来年前 废王立武那一幕 是如出一辙 那么历史究竟会不会重演呢 当然了 我们得先看看背景 判断历史会不会重演 咱们在这件事没发生之前 要判断 他得先看背景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唐玄宗和王皇后呢 都应该算是一对患难的夫妻 早在玄宗还是林姿王的时候啊 王皇后呢 就是他的王妃了 当时你看什么环境呢 唯后专政 李旦呢 遭到排挤 整个李唐皇族的命运 都有些前途叵测 至于小小的林姿王李隆基 那更谈不上有什么远大前程了 正常来说 就算后来李旦有了出头之日 李隆基作为庶出的第三子 还不是敌楚的啊 充其量也就是作为逍遥王爷 根本没有机会入主东宫 更不用说登基当皇帝了 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情势之下呀 王室呢 嫁给李隆基呢 就意味着要和他一起 面对未知的命运 一起承担难以预料的祸福 换言之 要想有一美好的未来 王室就必须和李隆基 共同创业 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 后来呢 当李隆基开始策划 唐龙政变的时候 王室就成了他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了 上将启示 上就是玄宗啊 颇遇其谋 王室颇遇其谋 赞成大业 由此可见 王室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少奶奶 而是一个能和李隆基 通甘苦共命运的这个贤内助 然而呢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共患难的贤内助 只和玄宗一起享受了几年 荣华富贵就被彻底的冷落了 表面来看的原因是什么呀 没有生育能力 咱们说其实如果放在今天呢 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说没有生育啊 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缺点啊 当然要是在意这个呢 是很多的不在意 甚至有很多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不愿生孩子啊 这也不会遭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歧视 或者是社会舆论的这个谴责 也就是亲戚朋友们 嚼嚼了舌头根 然而在古代呢 这个事啊 不是嚼舌头根这么简单的 这是非常要命的一种过失 尤其在女人身上 因为古圣贤规定 女人自要说犯了妻出当中的任何一条 这妻出就是丈夫休妻的七条理由 就是离婚的七条理由 这七条 每一条犯了 老公呢 都可以堂而皇之的 把这个妻子就给修掉 而无子就是七出当中的第二条 位列呢 仅次于不顺父母 就是不孝顺爹妈 不是自己的爹妈啊 是这个南方的爹妈 比什么淫乱呢 这个妒啊 恶极啊 这个嫉妒啊 恶极就是得了不治之症了 还有盗窃了什么 比这些个严重的多 你更何况 王室还是母仪天下的王后 那这没有孩子 那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缺点 所以呢 这就足以使他在皇帝和天下人面前 抬不起头来 其实这也是咱们说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摧残的 这么一种一个角度 七出 你说这就是说女人没孩子 万一是南方的问题呢 是不是 这都不好说的事 对不对 所以咱们说呢 这个可见王室当时在这个环境当中 没有孩子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可是导致王皇后被冷落的原因呢 还不仅仅是没有孩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玄宗爱上了别的女人 这个女人当然了 这女人不是杨贵妃 那是后期的事 那是天保年间的事 这个女人就是武士 这个武士咱们刚才说了 这是女皇武则天的侄儿孙女 横安王武幽子的幼女 算起来还是玄宗的表妹 武幽子呢早死了 所以武士很小就被接到宫中来抚养 到开元元年的时候 武士差不多呢 15岁左右的时候 就被李隆基安纳的后宫里边 哎 做了自己的这个妃子了 也许是因为武士多少 继承了武则天的基因 或者是从小而生长在宫里边 受到了比较好的文化教育 所以不仅呢 美丽温婉举止优雅 而且熟悉 哎 这个古籍京史 言谈之间呢 也总是引经据典 颇有才女的风范 因而呢 很快就博得了玄宗的宠爱 自打开元元年进入后宫啊 短短几年时间 武士就连续为玄宗生下了二子一女 而且一个个长得那真是端正美丽 活泼可爱 让玄宗呢 真是喜不自胜 爱不释手 哎 韩子嘴里怕花了 捧的手上怕掉了 同时也让不能生育的王皇后啊 也嫉妒的眼冒绿光的机遇抓狂 可让玄宗万万没想到的是呢 这几个可爱的小皇子和小公主啊 出生没多长时间 一个接一个的相近的就 没了腰折了 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玄宗为此啊 也伤心不已 但对武士的宠幸呢 却有增无减 不久呢 武士又生下来 受王礼貌 一开始名叫李清 出于女人特有的直觉 武士就相信 说把孩子留在宫中抚养 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搞不好又和前几个一样 无疾而终 于是武士想一办法 争夺玄宗的同意之后啊 把孩子呢 就送出了皇宫 寄养的孩子的大掰 宁王啊 李县的家里边 是吧 连哺乳呢 都是由李县的妻子 元氏来代劳的 后来呢 李茂呢 果然是这个平平安安的 就长大了 在宁王府一直长得十来岁 才被玄宗接到宫里边去 随着李茂的健康成长 那武士 想用这个母依子贵的野心 也逐渐就开始膨胀了 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啊 仅凭着容貌 是不可能长久的 留住男人的心的 要想长久的保住眼前的荣华富贵 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当年武昭一样 不择手段夺取皇后之位 然后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入驻东宫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对于武士的夺位野心 王皇后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他为此也陷入了深深的忧愁和恐惧之中 那么王皇后接下来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武士和王皇后在后宫当中的争夺 最后将是谁胜出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